今天做焦白红烧肉 焦白是江南水香的特色菜 质地鲜嫩 味道干实 特点之一是油水融合烧制 更加烘托出焦白的美味 这道菜里的焦白 吸收了猪肉的油脂 蔬菜烧出来肉味道 这道菜里的猪肉肥而不腻 还带着一缕水香植物的清香 荤菜烧出来的素菜 素菜喂出来的荤菜 我这里做的是上海风味的家常版 那种外婆菜奶奶菜 别提多美味了 这道菜不但好吃 而且容易制作 基本上会做红烧肉 也就会做这道菜 什么 小白 不会红烧肉 哦 那也没关系啊 跟着视频做 肯定成功 自己家里的家常便饭 添加了这道菜 家乡的味道愈发浓重 朋友间的聚会 上了这道菜 肯定稀罕抢手热门 色香味一级 美话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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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加廚 卡爾斯Home Kitchen頻道 是卡爾加的美食日記 真實拍攝記錄分享 我們的居家廚房 烹調享受嘗試 南北中外天下美食 請大家看看最近動手做的幾款菜品 既有咱家的家常飲食 拿手好菜 也有本廚的探索席作 試驗出品 既有成功了的驚喜 歡喜欣喜 也不忌諱 忙亂凌亂混亂 甚至遺憾缺失教訓 這就是我們家族的真實寫照 這是揚州淮陽菜的經典風味 淮陽菜是四大名菜之一 有淮河流域 以淮安為代表的淮菜 和長江流域 以揚州為代表的洋菜組成 揚州的獅子頭 說白了 也就是個大肉圓子 可以紅燒 可以清蒸 也可以清燉 清燉最好 是清燉蟹粉獅子頭 這個備料麻煩 裡面要放螃蟹肉 對其次 我喜歡做砂鍋清燉獅子頭 作家汪承奇說 獅子頭鬆而不散 入口即化 是啊 一碗銀白玉潤的大米飯 搭配上香噴噴的 蓬鬆綿潤乾潤的揚州獅子頭 再澆上熱呼呼的一勺湯汁 古人說 煙花三月下揚州 如今去揚州可不太方便 不過 坐在家裡 煙花三月吃揚州 倒是很方便 動手下廚就得 對了 自己家裡做這道菜 用砂鍋 主要是一種情調意境 我覺得 用別的什麼鍋子 也一樣清燉一鍋 美味獅子頭 前幾天去吃了這間 炸雞快餐店 炸雞 這有啥好吃的 哦 是這麼回事 這不是普通的炸雞 這是菲律賓開出來的炸雞連鎖店 這個有點稀奇 居家吃遍全球 菲律賓美食不錯啊 例如 我會烤菲律賓麵包 現在 菲律賓雞 在北美海門屯子裡面開店 那要嘗嘗鮮啊 快樂風 在菲律賓開了有大約3500間以上 在菲律賓外面也開到大約1500間 厲害不 嗯 炸雞好吃嗎 人者見人 智者見智 推薦你去品嘗 然後你自己決定 是不是要當回頭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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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買了一條 價格有點精品的吐司麵包 Tost Bread 就想做法蘭西吐司 法蘭西吐司在香港稱作西多士 是香港流行的早餐和下午茶點心 我這裡比較接近法國傳統的做法 把麵包表面通煎到焦黃 然後浸泡雞蛋液 再用石油煎至金黃色而成 不過還是不明白 這條麵包賣這種精品價格的奧秘 好奇害死嗎 Turicity killed the cat 這不就是Prime man方麵包Purman loaf嗎 趕緊亞馬遜Amazon上訂購了一個 帶蓋的Prime man麵包模子 Prime man loaf pan 麵粉 牛奶 黃油 酵母 以後自己動手烤 今年的復活節 天氣好 做了一套希臘風的家宴 後院戶外休閒吃喝 感覺很不錯 自己動手 希臘美食慢生活 就在當下此地 這是開胃菜 兩款典型的希臘小吃 復活節 一般吃羊肉或者火腿 今年的主菜是羊肉 還有兩種配菜 還烤製了一個希臘風活節麵包 可惜水果不是希臘的 這是餐後的希臘咖啡 有空我會分享這幾道菜的做法 請大家點擊視頻下方的紅色訂閱 訂閱Subscribe按鈕 訂閱關注這個頻道 訂閱並不需要付費 或者承擔啥啥的義務 只是方便與我大家 常來常往美食相伴 我們的廚房快樂飄香 做這道菜的食材簡簡單單 就是豬肉和腳白 豬肉最好是五花肉 香 如果不想吃太肥的 那麼肥瘦相煎的夾心肉 眉頭肉也行 豬肉切塊大約一英寸半漸方 我這次切的是長方形的 因為豬肉寬度切的比較狹窄了一些 豬肉塊切大切小 基本上是個人偏好 不要過大過小就行 如果五花肉切的過小 燒肉後脂肪融化 肉塊就會變得很小 如果切塊太大 不容易把肉燒酥爛 豬肉遍地都是 腳白有時候不好找 我用的是冰凍的腳白 切滾刀塊 有人稱腳白為腳白筍 那也行 不過要明白 腳白真不是竹筍 而是一種水裡生長的植物的精感 有朋友自己會後院種植腳白筍 祝賀你有口福了 趕緊去淘幾根 有時候 北美華人超市裡有賣新鮮的 那趕緊買幾根長鮮 不可多得 新鮮的腳白要切去根部不乾淨的前端 還要剝去腳白的葉片 剩下的精感部分 就是腳白的可食用部分 我是在華人超市找到這種冰凍的腳白 相當乾淨 只是有點殘留的葉片 基本不用清理 這種林森技家出品的就很不錯 新鮮的肯定要好過冰凍的啦 不過燒肉嘛 不必要那麼新鮮爽脆 冰凍的足夠可以 常鮮解采 其餘的食材都很普通 這裡是食材清單 鍋子燒熱 放入切好塊的五花肉 五花肉自帶油脂 我就沒有再另外放油 一般熱鍋煎肉 我就不再豬肉飛水 豬肉煎黃煎香了 也就自然沒啥血水出來 把五花肉平鋪一層 就這麼小火炙燒 這時候 不要隨意的翻動 讓豬肉有點熱鍋上的螞蟻的那種煎 輕輕的推動肉塊 另外 有沒有感覺 豬肉粘住了鍋底 推不動 那麼 這時候 火候還不夠 繼續炙燒 大約五分鐘後 豬肉底面煎黃了 推著 可以動炭不粘鍋了 翻動一下 讓豬肉的其他表面 讓豬肉的其他表面也接觸鍋底 煎肉的火候差不多了 放入生薑片 放入洋蔥片 現在 油脂的香味已經散發出來了 蓋上鍋蓋 中小火 繼續燜燒 大約五分鐘 五分鐘後 把肉翻炒一下 放入紅糖 翻炒 添加香味和色澤 化解肉腥氣 放入洋蔥 翻炒 添加香味 化解肉腥氣 放入蔥白 放入蔥白 翻炒 添加香味 同樣化解肉腥氣 注意 現在鍋中的水分比較少 要隨時的蓋上鍋蓋 否則很容易燒乾了 那就麻煩大了 可以看到 現在鍋中的液體 基本上是油脂 沒有水分 測試好現象 這種油脂嫩燒 是紅燒肉 噴香的關鍵 加入老抽 這次我加的是 李錦記鮮香紅燒醬油 色澤更加紅料 推薦 翻炒肉塊 染上醬油的顏色 我覺得 肉塊的色澤還不夠厚重 那麼再添加點紅燒醬油 做菜要隨機應變 適應自己的喜好 不能拘泥於菜脯給的食材份量 看看 現在紅燒肉的色澤樣子已經出來了 做這道菜的關鍵 還是 再做好一鍋紅燒肉 把肉塊撥弄到一邊 倒入黃酒 注意 不要冷酒直接倒在火熱的豬肉上 那會影響口感 倒在美肉的地方 倒慢一些 讓液體很快的被加熱 黃酒下鍋 爆發出一陣香味 聞著真香啊 這麼好吃 還減肥不能多吃 做這種菜肴 真是有點考驗抑制 我喜歡多放黃酒 燒杏黃酒 給這道菜一種江南味道 放別的料酒 一樣添香化解肉腥氣 只是缺乏這種迷人味道 放入蠔油 Costco有賣這種李錦記舊裝特級蠔油 味道純正 推薦 放入生抽 提鮮加鹹味 加入黑醋 促進豬肉酥爛 也改進這道菜的味道層次 用其他醋也行 不過用黑醋更加凸顯 這道菜的濃油赤醬風味 加入魚露 加入魚露 Fish sauce 這是我的個人愛好 添加獨特的鮮味和鹹味 現在鍋裡添加了這些水分味道 繼續加蓋燜燒 燒濃郁 剛才添加的符合調味 嚐一下味道 保持心中有素 這道菜燒到最後 有一個收濃湯汁的過程 基本就收到目前的這個濃度 因此 現在的滋味鹹蛋 多少決定了成菜的味道 加入雞湯 同樣先把肉塊剝到一邊 不要冷液體 直接淋浇在熱肉塊上 有種紅燒肉做法 不煮酥爛 講究吃Q彈噴香的口感 那麼 這裡就不添水 再繼續煮 大約一刻鐘 就可以出鍋開吃了 煮滾之後 改小火 繼續燉燒大約三十分鐘 現在火小汁水多 蓋緊鍋蓋 就不會燒乾 中間每隔大約十分鐘 翻弄一下肉塊 保持湯汁的靜潤 這道菜燒到這個火後 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 真是隔著屏幕 聞香味 看著屏幕就想吃 時間到了 放入椒白塊 翻動一下 讓椒白充分的接觸 富於油脂的湯汁 然後蓋上鍋蓋 燜煮大約六分鐘 其中每兩分鐘 要翻動一下 然後敞開鍋子 中大火 開始收湯汁 收到湯汁變得 濃郁粘稠 具體的程度 要取決於 你喜歡是多汁 還是濃郁 品嘗一下 確定鹹蛋合適 如果不夠鹹 可以適當的加鹽 我這次呢正好 放入蔥綠點綴 再燉燒一分鐘 這道菜 就可以出鍋了 好 這裡做菜的方法 無非是紅燒肉 再加上椒白蔬菜 舉一反三 如果單純紅燒肉 覺得單調 也可以添加別的蔬菜 比如同樣是 江南水鄉菜肴的 雌菇 還可以放板栗 南瓜 竹筍或者筍乾 豆腐乾 腐竹 土豆等等 想起來了 還有一道美味 是放墨魚 墨魚紅燒肉 想想就流口水 你說放梅菜 那也好吃 不過不是這樣 紅燒肉再加梅菜 否則太鹹 有點鹹上加鹹 具體的做法 以後分享 以後分享 顯擺一下 最近朋友給的 正宗浙江燒杏 過來的梅菜筍 難得 美味 這可是所謂的娘青菜啊 感謝 現在畫面上的是膠白炒肉片 現在畫面上的是膠白炒肉片 這個是膠白的另一種炒菜做法 不是這裡的紅燒 也很好吃 容易做 抱團切出廚藝 分享下廚快樂 這裡 是卡爾斯 Home Kitchen 卡爾家廚頻道 請大家點擊 Subscribe按鈕關注 自己廚房動手 享用美食不愁 大家一起做菜 居家吃遍全球